你 你好 那次抓不醒的我在 那個走掉的香港人 叫趙家良 你好 怎麼穿成這樣啊都不像你風格 李妃給我買的 李妃 你給我脫下來 給我脫下來 你幹嘛你幹嘛 脫下來 掉下去 掉下去 我兒子買的 給我 這場戲一會兒是很好看 很好看 李妃買的 本來不需要 你穿這個不會合適的 本來不需要 我穿才合適 不是 事實錯誤了 不像好人 我覺得演員肯定是這樣 大家都很會演 就會覺得越演越開心 看 吳剛老師 對吧 吳剛老師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人意的好演員 我剛才看你們倆的一場戲 完全感覺不出是在演戲 在搶衣服對不對 對 本來這個設計不是這樣的 本來這場戲 在講什麼 沒怎麼拍 我們拍的時候很熱 導演那是安排 我們在有一個 要棚的地方拍的 坐下來留 那我就跟吳老師說 我坐下來留就不好玩 不如說我們在外面 因為我們在外面走來走去 才有那個 我跟吳剛老師 從以前認識到現在 二十三十年了 才能找到那個童年的感覺 加上這個衣服 是我的兒子 是我一定持續的 所以我們在外面拍的時候 雖然是很熱 但是吳剛老師也很好 我們在一起 在相談的時候 導演說好 不如你們就在外面拍 我們就把那個氣氛更加 因為通過走路 就移動起來了 對 移動起來 結果出來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吳剛老師也 也把我那個氣粗了 那個兒子那個氣粗 那個衣服 都表現得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時光回到現在 你們是危機四伏 雖然你們是在搶著衣服 對 但是你是他的那個 在敵人內部的臥底 對 隨時都有可能威脅 對 就是這個隱喻又特別有意思 然後那個衣服 又是您兒子的 對 我覺得就是 還是您對這個事認真 你要不愛這個事 我覺得就可能 就不會有這種設計 我覺得我們當演員 也希望每一個角色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新的角色 每一個 每一次都是給我 有一個新的創作能力 去希望能夠把劇本裡面 那個選擇 變化得更好